独家新闻他最毒 自己杀人自己爆 上月27日印尼苏门达腊的北干巴鲁市发生一起谋杀案 印尼北干巴鲁快报的记者赶到现场采访 率先写了残忍 死者倒卧血泊的及时新闻 但是当地警方调查 发现记者就是四名共犯之一 记者和三人早就锁定被害人 每周一都会独自骑车到银行提款 并且放在外套口袋 案发当天被害人停车 嫌犯上前猛踹 拿刀砍他喉咙 另一名共犯则从被害人外套中拿走约75万台币 案发五分钟后 记者走回现场报道这起凶杀案 隔天记者在住家被警方逮捕 另外两名共犯也在住家被捕 至于拿钱的共犯目前仍然在逃 动新闻 综合报道